高雄世宛會就要揭幕, 來自各國選手陸續抵達台灣, 高雄市政府動員學校和社團, 在機場演出熱鬧的迎賓節目, 但在輕鬆歡樂的氣氛背後, 維安警界一點也不能鬆懈, 有三名中東國家的媒體和工作人員, 就是因為維安的考量, 從名單上被剔除, 無法來到台灣。 幼稚園小朋友在機場出口, 歡迎世運的外國選手, 因為實在太熱情, 來自南非的隊伍, 剛走出機場, 又好害羞地躲回去, 受到熱烈歡迎, 有選手甚至乎開心地和小朋友拍照留念。 世運選手抵抬人數, 週二開始進入高峰, 市政府特別安排, 被每批選手到達時都感受賓至如歸。 抵達高雄之後, 選手第一件事, 就是要完成認證報道。 市政府雖然派出鑽車和外民志工全程接待, 但設在市府一樓大廳的認證中心, 空間稍然太細, 有些選手只能趴在地板上, 或者逼在門口填資料。 高雄市長程高和世運會, 就是不定時巡視現場做改善。 選手從機場到飯店, 亦都有武裝警察全程保護, 為了維安考量, 甚至乎有三名中東國家的媒體記者, 和工作人員遭到剔除無法內臺。 世運週四就要開幕, 高雄市上緊發跳, 務求大小事都要做到最好。 好。